时间到啊 时间到我们还是聊一下 聊一下就是我最近这个学习这个做快考试的一个进展 因为刚结束了两个会 还是以后我觉得时间就是挤出来 有时候怎么说就是这个人啊 越闲的时候会越闲 越忙的时候是真的越忙 但是这个忙呢 当然说不要再超过自己这个精力和身体的一个限度的这个范围内吧 尽量的把这个时间我们去把它利用好 因为祝快啊 祝快我是小白啊 有啥说啥 我是小白 所以每周我的分享 更多是分享我这周的一个学习的进度 或者我一个学习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想法 有很多错的地方 或者说不完善的地方 就大家有什么就提出来 所以我认为 承认自己的错误啊 从来不是一个 一个很怎么说呢 很可耻的事情 从来不是一个很丢的事情 我认为说 总不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啊 总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总不去改善自己的错误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没关系啊 包括我现在在做这个 做这整个人的考试的培训啊 我也跟学员讲 无所谓啊 就是大家不要怕错 包括我也说 我也会错 并且可能会错很多 错你们就指出来 没有关系 错我就承认 对不对 我也不是错第一次了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一个道理啊 所以我们这个 今天跟大家聊聊 我最近一周啊 一周在学习这个 做这块结词考试的一个进展 当然没有办法 我尽量 因为还有好多工作上的事情 确实 因为我知道 成年人最大的一个借口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确实是没有时间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真没有办法 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不得不在这个 这个考试和我工作 中间做一个平衡 是吧 因为对我们成年来说 好多不可能是全职去考 是吧 我也不用担心 这个收入的问题啊 也不用担心这个工作犯法 还能保住住保不住 是吧 我就学就完事了 我们确实 确实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是 获得一个平衡 所以我也只能是获得一个平衡 所以这个 这个真没有办法 那么这周呢 因为这周4月8号 我们今天解放了 4月8号报名啊 所以我也当时就报了 我这次也是一次报了6颗 因为在我看来 要么就不考 要么咱就一次多考几颗 反正报名费也不贵嘛 80块钱吧 哎不对啊 6颗为什么是410呢 好奇怪啊 到时候再看吧 我今天一颗80 哎不对啊 一颗80的话 应该是75 不对不对 因为各个省的这个 可能考试费用还不一样 我不管的了 所以多报几颗嘛 是吧 无所谓 是不是 哪怕没学到 去考位 哪怕要考过来 是吧 不就好吗 对吧 所以我从来就不吝啬 这个在学习上投 我觉得 没有什么值得吝啬 这个潜入的话 在学习上都不愿意投出这个人 用我话来说 没前途 没前途 因为刚一个小时 一直在输 一直在说 所以不好意思啊 我尽量说的保证一下质量 这是我报名的情况 然后就是我现在目前备考的情况 跟大家也汇报一下 目前是我是买了教材 六颗教材我都买了 当然有人也说这个 这个教材厚啊 看不完啊 但是我觉得怎么也要翻一遍吧 是吧 这个看不完还是看你的时间的一个长短 你如果说教材都翻不了一遍 尤其我目前采取措施的 我是目前没打算听国内老师的讲课 目前我用的学习的图进去的一遍教材 我会自己看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愿意用这个方式 因为有些老师我觉得 我不太喜欢听吧 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 有人可能喜欢听 但是国内那些老师讲的 反正我也没听过 可能就听了一两句 不太喜欢 当然每个人学习情况不一样 这个我不去强求 因为我也在做培训嘛 我本来说大家不要听老师讲课 那我还做着培训了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有人喜欢听老师讲 有人喜欢自己看 像我更多喜欢自己看 这是我目前采取的学习的方式 所以我买了书 自己会看书 但是目前我采取看书的方式 另外我还买了一个东西 就是做到快捷的考试的历年实践汇编 这个挺贵啊 因为这个教材来的时候 你知道吧 六大本很厚 大家手盘有教材的时候都知道 当然我也知道 现在网上有些什么电子版 但我总觉得买了个东西 是吧 不如这个书拿起来 陈建建的有一种学习的感觉 是吧 那个电子版 一看起来太费 是吧 然后人家没感觉 但是买了这个什么 一年四题 我去太久一站的时候看 我说我六本书怎么也厚弱吧 这书也不便宜 一本一本接近十五 它定价十八块钱 一本接近十五块钱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因为我都捡了厚的大纸包 我找 后来一看小小的薄薄的 怎么一本就这么 当然现在我在出台嘛 所以没办法全带啊 就带了这 不叫我他们管理 然后还有一些书啊 就是有些纸质版 有些电子版的一些资料 就是全部的英文版 所以目前我背口 这个都在整个考试 我的一个复习的一个资料 就是教材 当然这个教材 就出社会是协会也说了 这不是官方指定教材 但是呢 对吧 协会出题 协会出的书 那你不看他书 看谁的书 当然我也现在发现了 就是财务产品管理这本书 就尤其前面一些财务管理的 一些内容 就是我今天找了一本书 那本书叫 叫啥呢 我投眼啊 别着急 啥感兴趣啊 可以找一找 这本书叫Fundamen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他是这个出版社 应该是CGate 我不知道这么发音 对不对啊 作者是叫Eugenie F Braham 还有Joyle F Holstein 做的是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这都要打 哎 点不开了 对 做的是这两个人 这第四六版 第四十六版 财务产品管理的 这个前面的财务管理的部分 就基本的把这本书的 这个 Fundamental Fundamen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把这本书就是翻译过来 是不是 所以就是是这样的 就是我目前采取策略 就是我先看题 我是小白 其实就是这样 我没学过财务 我财务专业毕业的 可能有以前了解过一点点财务的知识 一点点吧 一点点 都一不足道 根本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学习 所以这次可能算过 最系统的一次学习 这个财务方面的内容啊 还有这个神迹啊 这些事情 这是教材 然后就是五年的题 当然我也知道 还有网上的那些老师讲课 不管收费啊 免费啊 或者是什么的 我一个都没有看啊 没有看 然后题呢 也有好多个题 但是目前我的策略是 在我没有把这个一套题 因为他的一本书的五套题 五年的题 在我没有把这个五年的题 搞得拱瓜烂熟 烂熟于凶的时候 我不会再看另外的题的 对吧 因为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考 还那句话 我报了六科 但我不知道能过几科 对吧 我也当然 我肯定 当然谁肯定也希望 他越过得越多越好 但我没有一个特别 一个硬性的指标 但是我有一个复习的 一个指标 复习的时间上的指标 像说这个我的一个参考 对 还是接着当台说 教材 我用了这个 学会的教材 然后呢 题 我有了 因为这个考试 我发现啥 也有些就是电子版的题 但电子版的题 因为这个考试和我在辅导注册审议考试都不一样的 因为注册审议考试啊 它那个题库的量非常大 而且那个题它非常简单 它不需要你这么思考呀 理解呀 你就刷就完了 所以它用电子版的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这个做快的不一样 因为像财务成本管理 拿快的这种 它好多一道题 它需要你去理解呀 需要你去算呀 是吗 所以你用电子版的很麻烦 而且好多也没有说 专门就做个提出来的 都是就是它 就是一个APP是吧 又卖课呀 又干啥呀 是吧 你好容易点进这道题 就发现啥了 发完下午再进去 又得点了点 就点了点 就点了 这点十分钟 都点不进去 是吧 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说 我是花钱买这个题 我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买这个题 反正是六本 是一百块钱吧 无所谓 就花钱吧 然后这参考资料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一些这个英文版的 国外的教材 还有就像IFRIS 大家可能也知道IFRIS是什么 因为中文是什么 我还不知道 我忘了 就是这个会计 会计什么FIS 什么组织吧 他出这个会计总得的 我会参考他一些网站的东西 现在目前主要是参考这个 也会是教材 这是我整个学习体系的一个 就是所谓的辅导资料 那么时间了 我打算投入 反正一天我投入 尽可能多的投入吧 除了我本职的工作 还有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那我计划就这一天 什么也是五个小时 尽量拿着 但是现在真达不到 因为这两天要工作 达不到 但是尽量吧 尤其今天我没有办法了 是吧 我七点回来 我就准备八点的讲座 这马上九点半 我一个半小时 一直在做讲座 在做沟通 那只一半小时没了 当然这只有周六啊 但在我五月份的时候 我又没有时间了 因为五月份早晨 我要上课 对吧 就可能上一个月课 至少又会 因为你不是说 光讲就完了 我也不是那种PPT老师 对着PPT十年都不换 我要去创新 去讲一些东西 所以又会耽误时间 但是没有办法 尽我所能吧 尽我吧 因为目前 在八月份之前 我只有 不是说只有 还有别的考试 乱七八糟的考试 但我尽力吧 尽力我希望说 能拿出一天 四五小时来学习 看推进的速度 我无法保证 真的没有办法 首先因为我首先 还要去保证我的工作 对吗 但是我尽量保证 尽量把这些工作之余 多少时间我都放在 这部分块链试上 这是我时间上的一个想法 那么科目的想法 我目前的想法是 今天如果过一课的话 过一课的话 我务必要把财务成本管理 这课过了 因为我现在优先学的 也是财务成本管理 当然好多人说会计很难 但是我也看了 包括会计 其实我也学了 不能说一段时间 那么点点 会计更多我认为 就是一个 它一些特殊的事项 那些怎么去积障 什么是吧 一些理解这些东西 还是比较好用的 但是财务成本管理 起码对于我来说比较难 因为我数学比较杂 什么这种极限 因为我高中就开始数学 觉得很杂 什么还有什么义 自然叫什么数学 义叫什么 义叫什么 叫数学 叫啥 这些东西 我搞不清楚呢 数学比较差 所以我目前是把 把这个极大的精力 我放在这个财务成本管理 假如我能过一课 我希望是过财务成本管理 假如能过两课 我希望就是财务成本管理和会计 所以我复习考试 一直有一个原则 先要把最难的把它攻克了 因为我也知道 这个考试程应该是五年有效 对吧 那如果说你先把简单的考过 那难的放到最后 那也不知道啥能过 但你先把难的考过了 那简单的是不是 相对来说就会更容易 不行 不行 那个下次 假如我再把这个 这个时间调整一下 因为现在状态真的很差 今天早上早上应该我五点起来吧 到现在我一直都没休息 刚才有一个高强度的一个 一个讲述 看情况 讲不了的话 我就今天就不等八点半了 不行的话 拆分开 拆分开 拆不到周末 明天 确实太耗费能量了 因为学习今天比我很累 因为今天我学了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拆分管理人员 叫啥 我抽一样 忘了 叫大一起学 那一块 不是那个流量 就是那个叫什么 利率那块 利率 什么对 包加利率 G7利率 还有什么连续利率 因为这个连续利率 我一直搞不清楚 搞了好久 今天这个也很费脑子 所以大概这个情况 就是目前我的策略 所以我是以做题 看到这套题不会做 那我就翻书 把这一部分搞明白 当然在这个翻书的过程 我可能也会把整个 尤其这个 我觉得像这个财务成本管理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系统的一个东西 它相对来说 还有一定联系 把它大略也会看看 但是主要是以这个题 不会做题 我就翻书 看这步 把它搞懂 再做下一道题 再做下一道题 这样会慢一些 但我觉得前期慢 后期就会很紮实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确定方法 当然从我们这个美洲的 今天就少聊了 少聊了 聊到算多少 每周的情况 我都跟大家去汇报一下 尤其说做这个题 做这个题的情况 跟大家汇报一下 包括下周 下周我们就跟大家去聊聊这个题 我带着大家一起去 也不是我带着吧 我跟大家一起把这个题做一做 你不过说 这个财务产品管理 这个 这个 这个题 就是什么 这个题确实也是不做 肯定忘了 然后又忘了 这个题叫 考译的是速冻比率 速冻比率应该叫 速冻资产比上流动负债 是吧 这个时间一长就忘了 它是谁比谁了 对不对 它是定义了 所以这个你说不做题 不来回来了 会做也记不住 速冻比率 不但前天可能还记着 今天就忘了 咋是速冻比率 谁比谁 第二个题我就不会了 什么叫做鼓励增长模型 估计的股权资本成本 我看得像看天书一样 对吧 所以我们下回就看我这一周能学到啥程度 会很大 去把题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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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 这样的模式 好吧 你今天确实太累了 就不多讲了 结束好吧 我们下周看情况 还是多留很重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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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